大家好,我是刘芬云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虚火上炎引起的口腔溃疡怎么治疗 那虚火上炎呢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虎心繁热 然后那个失眠多梦 烦躁易怒 口躁烟干 还有好多这个年轻的有倒汗的这种现象 那针对这个虚火上炎呢 我们有两个穴位可以治疗 一个就是我们肾经的颈穴永泉穴 另外一个赵海穴 那我们先说啊 这个虚火上炎引起的这个口腔溃疡 那永泉穴的治疗效果很好 但是永泉都知道啊 在脚底板上 所以呢扎针比较痛苦 所以临床上呢 我一般都首选的就是赵海穴 赵海呢就是一个滋阴大穴 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呢 这个滋胜水上来 然后呢把我们的火给浇下去 所以呢 临床使用赵海又好取穴 然后扎针不疼 我们可以用赵海来试试 那赵海穴怎么定位怎么进针 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实操一遍 赵海穴呢就在我们内怀尖的下方 好多书上呢关于赵海穴的定位呢 它不太一样 有的说四分 有的五分 有的说一寸 那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找赵海 找到内怀尖 顺着内怀尖 然后直推 你看 从这直直推下来 在它这个下圆这块 在这个位置 直次进针五分就可以了 今天关于这个虚火上炎 引起的口腔溃疡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期呢 我们分享一个奇血 治疗各种腰疼的奇血 这个血位呢 既不是传统血位 也不是董事奇血 是我们万老前辈 自己发现的一个奇血 下次再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在生活中 遇到什么这个 关于健康的问题 或者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视频 不知道怎么扎 怎么竞争呢 碰到所有的这些疑问吧 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然后呢 我会把所有的留言 然后定期整理一部分